我是修真界的最佳卢顶 被团宠小师妹造黄瑶后 我旁着核弹冲上和欢宗 连夜说服和欢宗宗主 一个月后 杜劫的雷劈变和欢宗的每一个山头 宗门就有闯进和欢宗时 我的卢顶们正在为谁今晚陪睡而打起来 满店阴阴艳艳 扒着我的衣服 齐刷刷回过头 小师妹面露震惊 一脸痛心之色 楚清燕则红了双眼 气得浑身颤抖 夜夕月 你可知错 我靠在和欢宗老祖结实的胸膛上 眼睛成彻无波 你和我都修无情道 为了修行 牺牲一点又有何妨 双修圣体 正是不才在下 七七提醒您正文开始了 新来的小师妹自称是穿越者 被系统绑定带着任务而来 她治好了我们林霄宗祖传的面积 师兄师弟们一个个被她攻陷 整日为她争风吃醋 可是小师妹仍然不满足 做出一系列我不能理解的行为 师姐好像不喜欢我哦 好感度一直都是零 那只能说明我无情道修得很用心 并不能证明我不喜她 可小师妹却坚定认为我有问题 日日缠着我不放 直到有一日 她和身中情毒的大师兄滚坐一团 事后把罪责推卸到我头上 师姐是双修圣体 被长老极力培养 只有她懂得和欢散的做法 那一日我被挖了灵根 修为尽废 鲜血从丹田处渗出 我终于感到一丝痛意 无情道 原来也是会痛的呀 小师妹手上总会出现一些奇奇怪怪的东西 她说这些都是现代人的热武器 有着巨大威力 棕门大笔上 她用炸弹重创对手 从血泊中站起 拿下新人榜衣 为了让林霄宗成为天下第一宗 她用从系统那里兑换的核弹 和平了整个修真界 核弹所到之处 山林河川街化为焦土 生灵涂炭民不聊生 在那以后 所有接近核弹投放地区的人 都会染上一种怪病 最终不治而亡 为了阻止她继续作恶 我提着大刀从死牢闯出 她正与楚清燕携手 笑看万里山和洒满热血 为了让林霄宗成为天下第一宗 这点牺牲在所难免 小师妹一脸云淡风轻 谈笑间将凡人同楼一般处置 可他们都是活生生的人 有血有肉的人 我下山亲眼见过他们遭受的一切 我灵根被挖 修为尽毁 却不及那些人所受痛苦的万分之一 那些人想死 却又死不掉 他们蹊跷流血 四肢并用向我爬来 抱着我的腿痛哭流涕 面对我的质问 我那师门定下的道理楚清燕神色淡淡 天下迟早要一统 师妹此举 只是加快进城罢了 凡人们虽然暂时受了伤 等他们意识到从此天下再无战乱 就会理解师妹的良苦用心 为她见妙利悲 欧恭颂德 见我红了眼眶 她指道 师妹 你何必为此大动干戈 修无情道者 醉即动情 莫要乱了道心 我被人带走极尽折磨 只因小师妹一句 不能放走师姐 系统说她日后会背叛师门 联合别派对宗门不利 楚清燕看向我的眼神里 立即带上浓浓的失望 既然如此 便让她受千刀万寡之行 让弟子们看看 背叛我林霄宗会有什么下场 受刑后的夜晚 小师妹悄悄来到刑台边 望着被绑在刑台上 全身血液几乎流干的我 她得意一笑 师姐 你的灵根 可真好用 本来我也不想这么对师姐的 谁让你生了一心呢 同情凡人 就让你尝尝凡人生不如死的滋味 你们这些纸片人 怎么能斗得过拿着大女主剧本的我 小师妹将我一箭封喉 其实我的最终任务 是杀死你 因为 你是天道 仅存的良心 再次醒来 我发现时间回到五年前 此时小师妹正在造我的黄谣 破坏力有限 还没有上升到用核弹和平修真戒的地步 师姐是双修圣体 修为能有这般高 定是用了些见不得人的手段 每天待在炼丹房里 不知炼的是助性药 还是催情丹 那些借去研修的刀谱里 加着好几本春宫图呢 为了激怒我 好完成她口中的任务 小师妹特意当着我的面 将这些话说出口 见我不硬 她使出杀手锏 从厨袋中拿出一件粉红色肚兜 上面沾这些不明液体 硬说是我留下的 上一世 我上前与小师妹理论 却被她倒打一耙 既然谣言是空穴来风 那么师姐又何必在意 我看师姐这般焦急 怕是这些事情都是真的 那大师兄真的好可怜哦 还未成亲就戴了好几顶绿帽 哦不 说不定有几百顶 而她口中的大师兄就是楚清燕 因我是罕见的兵铃根 又具备双修圣体 宗门早早就给我定下娃娃亲 只待时机成熟 便大婚圆房 修为更上一层楼 因着她在中间搅和 我的婚是黄了 之后我压着小师妹到众人面前 让她澄清这些谣言 却遭到楚清燕指责 云婉性情天真 不过是同你开了玩笑 你又何必在意 你继修无情道 为何要为旁人的闲言碎语上心 反而是落了下城 我放开小师妹 她立即就扑到楚清燕怀里哭诉 说我对她下手多么重 她的手腕都要被掐红了 最后我被掌门以行为不减为由 罚去寒谭思过一月 我出来时 几乎所有弟子都以异样的神情看我 觉得我真如小师妹所说的那般不堪 而这次我却没有出手 只是淡淡地看着小师妹 她拿着肚兜晃来晃去 上面的液体洒了一地 她说得很大声 我却不为所动 其他人小声议论着 你看 师姐就在旁边 她都没有反应来 要是真的 她绝对会冲过来灭口的 那这件肚兜 难不成是小师妹的 那她玩得可真话 离入魔不远了吧 小师妹很紧张 背上都渗出了汗 说话的声音也越来越小 这时楚清燕感到 见众多弟子对小师妹指指点点 皱紧眉头 夜昔月 你为何要纵容他们 孤立小师妹 我面无表情 是她在造我的黄瑶 我为何还要护着她 了解事情经过后 楚清燕看着我的眼神里 充满探究之色 这件肚兜真是你的 我冷笑一声 粉色娇嫩 我继修无情道 又怎会穿粉红色的肚兜 其他人连连附和 是啊 师姐从来都是一袭白衣 从里白到外 粉色那么显眼 就算是穿在里面 对打时也会被看出来吧 小师妹冷汗直冒 弱弱解释 这是我在师姐屋外找到的 可能是我不小心弄错了 我意味深长地看向她 师妹一个不小心 可是会误人终生的 楚清燕终究还是舍不得重罚小师妹 只是罚她去寒谭静心医院 稳固道心 惩罚虽轻 但我知道属于我的机会来了 在这个时间点 小师妹已经跟系统对换了第一枚核弹 很快就要对其他门派下手 首当其冲的便是私生活最无序的何欢宗 在一个月黑风高夜 我提着大刀冲进寒谭 将小师妹按在地上抱走 你不讲道义 我眼神冰冷 刀尖在小师妹的脖梗处划出一道血痕 无情道 要讲什么道义 杀了我 师父师兄会将你碎尸万段 刀锋逼近 小师妹的声音戛然而止 不将核弹交出来 你这条命不要也罢 小师妹最终还是妥协了 她虚空一划 一个巨大的金属物件出现 足有一人多高 师姐 这就是核弹 就算你拿到也不会用的 见我掏出储物袋收核弹无果 小师妹嘲讽道 傻了吧 系统的东西 储物袋是收不尽的 我默默召唤出坐骑飞天金牛 金牛摸的一声 将核弹扛起 我立马拿出绳索将核弹固定在牛背上 在小师妹惊愕的目光中 骑上飞天金牛绝尘而去 坐在核弹上 我驾驶着飞天金牛直冲和欢宗山门 守山弟子大惊失色 连忙通报长老请求支援 可惜没能支撑到援冰出现 我就坐着核弹在核弹宗内横冲直撞 所到之处 尘土飞扬 寸草不生 最后还是核弹宗宗主出手 将金牛禁锢在原地撂蹄子 我拍着牛背 让牛妹收收他的神通 卷起的风太大 影响到我与核弹宗正常谈判了 核弹宗宗主许行墨被种弟子挡在身后 脸漆黑如锅底 你下来 我朝他招招手 你上来 牛妹不屑地扬起蹄子 朝他吐黄泥 许行墨连忙拉住一个弟子 用他的身躯挡住重新扬起的风沙 你真的不下来 我坐在核弹上 已然没了耐心 你真的不上来 经过一番拉长 我最终牵牛进入大殿 牛妹吃着逝者呈上来西域葡萄 终是收了他的神通 在这期间 许行墨已换了一套衣服 了解到事情经过 你是说 你们宗门日后会将其他门派灭门 用的还是核弹这种意识之物 我用银盘接住牛妹土的葡萄皮 默默回话 宗主可以委派学者研究此物 定然能发现其中端倪 许行墨看向我 眼神意味不明 叶姑娘 你当真要入我和欢宗 我面无表情地点头 当真 你可知 我宗提升修为 一项用的是双修之法 与你先前所求之道 大相径庭 见许行墨来回推托 我已然没了耐心 直接对着他行了一套拜师礼 许行墨面露难色 最终还是硬下了 行吧 从今以后 你便是和欢宗弟子 本作以后会亲自教导你 我问道 以后是多久 得知学完入门功课要三五年时间 我立刻皱紧眉头 不行 没时间了 你必须从今天开始就教导我 我是双修圣体 练得快 许行墨 在核弹和双修圣体的双重诱惑下 许行墨终于答应我的请求 他看向扛着核弹的金牛 我立即会议 没关系 牛妹向来和我一起睡的 我知道贵派寸土寸金 怕是临时找不到适合牛妹的窝棚 他睡这里便很好 行 我和许行墨分别坐在床头和床尾 面对着面 脚对着脚 开始一对一教学 或许是怕我听不懂 许行墨讲得很慢 在他讲课的功夫 我手上的和欢宗秘籍已经换了好几本 等他讲完入门篇 我的身旁已经堆着一大落看完的秘籍 当许行墨问我要不要稍稍实践一下时 我正在默默给这些秘籍做总结 总而言之 只要双修道理运转功法 产生亲密行为 修为就会得到提升 如果在这期间能有体液交换 效果会更加显著 我如今已是原因期 许行墨修为比我高上两个境界 按照密集里的平均分配定律 我睡他 只赚不亏 我按住许行墨正在宽衣的手 宗主 你热不热 许行墨一脸无语 不热 你要是热了可以开窗 我立即回过头吩咐牛妹 牛妹 将温度调高 让宗主热起来 牛妹摸的一声 将核弹卸在店外 而后静电从口中吐出几颗大火球 他甩着牛尾卷起狂风 让火球的温度散发到屋内的每一个角落 许行墨大惊 这牛 这牛我是在火焰山抓的 神通厉害吧 许行墨的脸色变得极为精彩 他抹了一把额头的细汗 声音很冷 本尊觉得我们可以开始了 不急 修炼和欢宗功法 穿得越多效果越好 我从储物袋中拿出一件女装 给许行墨套上 然后给自己又披上两件 裹上被子 许行墨裹着女装 显然已经不耐烦 你要是真想热 可以试试这丹药 我将丹药放入口中 细细咀嚼 随即恍然大悟 原来是这样 原来是这样啊 哈哈 我误了 误了 我倒了一半的丹药服下 然后将剩下一半递给许行墨 许行墨冷冷拒绝 我不需要 我瞥了他一眼 你会后悔的 与许行墨手掌相贴的那一瞬间 周围卷起巨大的灵气漩涡 许行墨的表情 由一开始的漫不经心 逐渐变得凝重 无数灵力从皮肤中钻进丹田 凝聚成液体 我的修为也在不断提高 原因中期 原因后期 原因大圆满 我抓着许行墨的手 郑郁佳把劲突破时 许行墨突然脸色一变 中断了功法 本尊要突破了 先行一步 我拖着被子追出殿外 正巧看到杜杰的雷闪过 批到许行墨方才落脚之处 我把核弹重新绑回牛妹身上 让她避着点雷杰 不要让核弹被批到 被塞了一把樱桃的牛妹 迈着六亲不认的步伐 欢快跑走 转过头 就见给牛妹送樱桃的侍者 正定定地看向大殿方向 不好 烧起来了 快就火 许行墨的雷杰闪了一夜 我抱着被子坐在烧焦的大殿旁 身边堆满从大殿里 抢救出来的双修秘籍 救完火的侍者 捂着眼睛来到我身前 夜姑娘 您别看了 要不先去偏殿睡会儿吧 我面无表情 不行 没突破我睡不着 我扫过侍者 眼睛忽然一亮 在这和欢宗 会双修功法的又不止许行墨艺人 我拉住侍者的衣袖 我有一事相求 侍者颤抖着手 耳间发红 半盏茶后 天边传来滚滚惊雷 我松开侍者的手 问道 宗门有什么地方是可以随意镀截的 好像没有 侍者红着一张脸摇头 原本银白如玉的脸颊染上红霞 我又重新坐回原地 反正大殿已经烧坏了 就在这里吧 一道雷劈过 刚刚灭完火的大殿又着了 试者又开始找人救火 不好 这里又开始烧起来了 快救火 我将地上的密集筒筒收进储物袋 拿出护身法器硬抗雷劫 于是 刚度完劫的许行墨 接着回来看我度劫 看着看着 他终于意识到事情不对劫 本尊才离开半日 你又找谁去双修了 我扛着雷劫 面无表情地回到 路人 许行墨看上去很愤怒 他遇见在我周围绕来绕去 你是本尊未来的道旅 怎么可以擅自跟他人双修 一道天雷闪过 刚好批中许行墨 他终于闭嘴了 度完这个劫 大殿已然不能用了 这次动静比较大 何欢宗的左右护法 还有长老们都被雷劫吸引过来了 他们看向宗主 又看向破破烂烂抱着被子的我 一致别开头 嗨嗨 我们不知宗主在带新人度劫 打扰了 打扰了 沉默 是被雷劫中的许行墨 许行墨让我去偏店休息 他待会儿有很重要的话要跟我讲 已是出窍期的我 抱着焦黑的被子 从地上艰难爬起 而后 阴暗扭曲的爬行 没办法 度节前没有多做准备 现在能爬着走就已经很不错了 或许是我爬得太慢 许行墨看不下去 他上前将我一把抱起 催动零件向偏店飞去 你吸引本尊的手段很特殊 倒是对本尊上心了 我在空中晃来晃去 发出疑问 啊 许行墨勾起唇角 似乎是想到了什么 欲情故纵 无情道就是菜 这和无情道有何关系 我不能理解 许行墨将我往床上一放 大不留心地走了 显然心情很不错 偏店的侍女端着换洗衣物进来 一脸羡慕 呜呜呜 你居然能睡到宗主 真是有福气 听说你们昨晚很刺激 能不能透露一下 宗主私下里是怎么样的 我思考几秒 答道 还好 他有很耐心地在叫我 唯一的缺点就是不太持久 侍女表情震惊 真的吗 我还以为宗主他很厉害的 他眨巴着美目 似有遗憾 不过姑娘能这么快突破 也是多亏了宗主传宫 要是能体验上一回修为 飞速突破的感觉 在这世间就再无遗憾了 我停下运工的动作 看向侍女 你也想试试 网口中又放了几颗丹药 我满意地看到手中渗出细汗 将手伸出来吧 侍女 一刻钟后 侍女惊喜地放开我的手 不好意思 奴要先去度个节 等会儿再来伺候姑娘 我摆摆手 行 你去吧 记得要快点 晚了就没你的位置了 侍女欲见而去 声音在空中回荡 一定快 一定快 一定比宗主还快 我重新躺平 从除物袋中拿出双修秘籍 再次翻看 写书的人还是不够仔细 虽然花样很多 但方法却十分单一 还得多加改进 提升效率才是 许行墨回来得很快 可终究不及我找到吕的速度 此时 我的夜明已在何欢宗广泛传播 何欢宗终于找到了属于他的光 一个个何欢宗弟子扒着偏殿的大门 想要看看这位只要接触就能长修为的双修圣体 到底长什么模样 还找什么死男人练功 快来蹲点 新来的姑娘天赋绝佳 只要拉拉小手就能提升境界 这些人对于偷窥的行为丝毫不避讳 喊得很大声 外面的人数还在逐步增多 大有把偏殿压他之事 许行墨面色阴郁 一把抽出我手中的秘笈 咬牙切齿 我倒是小看了你 才这一会儿功夫 就让整个何欢宗为你偷偷摸摸 我也没想到 只牵手两个侍者 就能掉到一堆预备炉顶 但无情道的嘴一向很硬 我是不会承认的 没办法 时间紧迫 再不提升修为 整个修仙界就要被核弹和平了 我说的可是实话 小师妹能用系统兑换出一个核弹 就能兑换出第二个 只是时间问题罢了 许行墨眉头一拧 显然认识到事情的严重性 本尊正要跟你说这件事 我已派人请老祖出关 镇守宗门 我问道 它是什么境界 核体中期 那还不够 至少要杜劫或者大成期 才能拦下核弹 我回忆了一遍前世的战绩 只有一个宗门的杜劫期老祖 以肉体之躯拦下核弹 将其送往虚空 而他自己却被核弹中伤 没过多久就嫁贺西去 我拉住许行墨的衣袖 宗主 你还差一个境界 要不我们今日 许行墨十分心动 可还是拒绝了我的提议 今日怕事不行 我们要给你开一个见面会 左右护法 还有长老们都想见见你 以我之力 恐怕拦不住所有人 我默默看向许行墨 你会后悔的 何欢宗的见面会办得很盛大 几乎所有人都盛装出席 一个一个打扮得花枝招展 我见游莲 由于大殿承受不住所有人的重量 许行墨无奈将地点转到了室外 这位就是本尊座下弟子 叶昔月 听到他的介绍 无数道炙热目光向我投来 同时伴随着窃窃私语和尖锐的报名声 哇塞 好漂亮的小姐姐 只是他好像不会笑也 听说还是秀无情道的 想想就很刺激 许行墨黑着一张脸 继续介绍道 就是他 改创了新的双修功法 成功打破我何欢宗千年来的晋升记录 传说中的何欢宗老祖 在许行墨几乎要杀人的目光中 握上我的手 修炼此功法 自然是穿得越多 效果越好 所有人都在朝我所在的方位张望 许行墨拿出十几条被子 给我盖上 我趁机用另一只手 拽住许行墨的衣袖 要呢 要上次的那种 许行墨愤怒地从储物袋中掏出一瓶丹药 叮嘱道 少吃点 对身体不好 我自有分寸 我嚼着丹药 面无表情 何欢宗老祖一开始还抱着试探之意 但渐渐地 他的表情变了 神色开始癫狂 怎么会这样 妙啊 真妙啊 世间怎会有如此天纵奇才 真是天佑我何欢宗 叶姑娘 你可愿意做本作的双修道旅 许行墨立即反对 不行 他已经应了本尊 此刻已是本尊的人 他们两个人 就这样在大庭广众下争吵起来 何欢宗老祖看向我 眼神中充满敬意 行墨出入此门 可没有本作伺候的用心 你放心 做了本作的道理 那便是本作的妻 本作会一直护着你 许行墨飞快反驳道 说得好听 还不是做糟老头子的续弦 不注重保养不说 身上还一股老人味 何欢宗老祖继续道 那么公平起见 就比比修为吧 你个合体初期 又怎能比得上 迈入合体后期的本作 许行墨邪逆老祖一眼 饱含挑衅 可是本尊也快了 西悦 你觉得呢 我松开被子下握着的两只手 将空瓶踢到一边 面无表情 我觉得 我又快要杜劫了 请客间电闪雷鸣 一道道雷从空中劈下 欢迎大会瞬间变成杜劫大会 方才他们吵得很激烈 没能注意到被子里还藏着人 而我 不会放过任何一个提升修为的机会 我掐着刀绝 在应付雷劫的同时 还要面对两个男人的质问 许行墨整个人似乎要碎了 一道雷劈过 映出他泛红的眼眶 为什么 本尊倒是情愿你选了老祖 至少本尊还能欺骗自己 是本尊修为不惊 西悦 到底是为什么呀 本尊是哪里不合你的胃口 而老祖显然是冷静许多 他捏着碎掉的法器 正在用灵力一片一片粘起来 没事 度完这个劫我们还可以重新开始 只是你伤透了本座的心 需要用时间好好来弥补本座 果然 姜还是老的辣 许行墨还在伤心 和欢宗老祖就开始为自己征服力了 我披着天雷 默默整理思绪 度完这个劫 我就到达分神期 离度节期还差两个境界 现在和欢宗修为最高的是老祖和宗主 就算他们修到度节期一起上阵 也无法与小师妹的核弹正面抗衡 参战的人自然是越多越好 想到这里 我凝聚灵力传生 在座诸位 我也不是那么无情的人 所有人都有机会 只要用到新承诺 和我双修后 要为天下苍生出力便可 一时间 所有人的脸色都变得极为兴奋 一个个眼睛都泛着光 真的吗 宗主 你说句话呀 对呀 老祖 你也说句话呀 许行墨 老祖 我看向许行墨和老祖 我的消息已经在宗内转开 迟早会传遍整个修真界 到时仅凭你们二人 可护不住我 许行墨和老祖听后 顿时面色凝重 正是 还是姑娘想得周到 是本尊格局小了 现在就为你物色合适的双修人选 只有一点 运工时只能拉手 疼得什么都不许做 一时间 和欢宗所有人都抢着和我暖床挂机 我这方法极妙 无论男女 皆可双修 只要拉拉手就行 许行墨在店前黑着一张脸 维持秩序 所有人先排好队 快突破境界的排前面 等待叫号 我则裹着厚实的被子 拉着醉燕的炉顶 嚼着醉烈的丹药 一天天的 不是我在渡劫 就是他们在渡劫 整个和欢宗的山头 都被天雷劈成了焦炭 在这期间众人修为飞长 就连我房中用来生火的飞天金牛 在我一通操作下都快渡劫了 我的名声从和欢宗传到整个修真界 几乎所有人都知道 和欢宗多了一位双修圣女 甚至还有其他宗能的弟子前来拜师 希望能改投和欢宗 领略和欢宗的独特魅力 他们接连喊着口号 冲进和欢宗大门 无须根骨 入门直升 还有一对一教导 既能修仙又能解决伴侣问题 妙灾 不出我的意料 小师妹很快就坐不住了 这天 和欢宗来了一群不速之客 由于所有弟子都挤在我的店外 宗能手备严重不足 倒是给了他们可乘之机 大家快随我进店 诛杀祸乱人心的妖女 楚清燕带着小师妹等人杀进店内时 我正在和鲁鼎们一同双修 一大群鲁鼎围在我身前 为我捏肩锤背地丹药 一个塞一个的水灵 甚至还有人轮流上台表演才艺 小师妹捂着脸颊 一脸震惊 天下怎会有如此无耻之人 楚清燕见到是我 红了双眼 气得浑身颤抖 原来那妖女竟是你 我就说你怎会无缘无故消失 原来是到和欢宗助纣为虐来了 一点诸唇万人长 你也不觉得害臊 他上前一步 用剑指向我 叶熙月 你可知错 师兄 我终于开口 我修的是无情道 为何要有多余的情绪 我松开运功的双手 指了指楚清燕 又指向我 既然你和我都修无情道 为了修行 牺牲一点又有何妨 楚清燕愣住 你 我继续道 我到达肚结期了 楚清燕大惊 什么 怎么可能 他似乎还想说什么 可我却等不及了 等下 我先去度个大乘七的雷姐 我戳了戳和欢宗老祖的胸膛 靠殿让一让 我要走了 这时 许行墨声音从殿外迟迟传来 让本尊看看是哪个剑壁敢爬床 由于这些天想插队的人太多 许行墨已由宗主升级成捉奸大队长了 今天他刚刚捉了个奸 顺带出去度完雷姐 和欢宗的山 并不能承受大乘七的天雷 我看向两人 暗中传音 这里先交给你们应付 我区区就来 要是事出有变 就用我交给你们的方法 许行墨和老祖对视一眼 默默点头 我挥一挥衣袖 腾空而起 留下两只大乘七巨佬 和一群杜结七楼罗 应对林霄宗的兵马 恐怖的雷云正在和欢宗上空凝聚 夹杂着几道闪电 在越过边境的那一刹那 第一道天雷劈在我的脚边 和欢宗的边境线 它瞬间就没了 我找了个空旷无人的地方 默默杜结 一道道天雷闪过 我忽然回想起 记得刚入林霄宗时的场景 第一次上桌吃饭时 我从未见过这么多丰盛的饭菜 抓着鸡腿吃得满嘴流油 师兄冷着一张脸 待我们用完饭 将我拎起来用戒指打手心 我们羞无情道的 喜怒要藏于心 情绪淡漠 不为外物所动 师兄教育你 是因为你犯戒了 从此我的饭食里再没多过荤菜 不过我不在意 羞无情道 不能对这些在意 一旦有了执念 便离入魔又进了一步 而在何欢宗 许行墨每天都会给我准备一大桌饭菜 喂我不菜天汤 许行墨加了一大块熊掌放进我碗里 面色复杂 你以后多吃点 好好补补 我嚼着熊掌 忽然留下两行青泪 许行墨慌张道 怎么了 是不是饭菜不合胃口 我诚实回答 我已经有十多年没有吃肉了 啊 他们竟然从小就虐待你 许行墨大为震惊 我才明白 原来不是不吃肉 就能变得无情 原来不是强压着物语 不是为了利益什么都不顾 才算无情道 无情道 不是真的要做到完全无情 在将全天下人灭杀之前 问问你的心 真的能做到无情吗 人非草木 熟能无情 我非回合欢宗时 才发现闯入宗门的入侵者 数量又多了十几倍 基本上全都是想趁火打劫 或者是来偷师的 许行墨一边应付这些人 还能分神斗嘴 菜 真菜 还想竞争天下一宗 笑话 在我们宗 连根骨最差的长老都杜劫了 声音不大 侮辱性极强 另一边 老祖显然也在发力 才这点要力 你们就不行了 还说本作不讲道义 你们偷袭的时候 可曾讲过道义 先前第一个冲进宗门的林霄宗 已趴倒一片 只有楚清燕和小师妹还在勉强支撑 之前的锐气荡然无存 小师妹握着剑的手在发颤 不可能 你们只是纸片人而已 是按照剧本运行的纸片人 就算再强 怎么能强得过系统 小师妹从虚空中掏出一堆炸弹丢出 只换来片刻喘息 和欢中度节气的小师弟将炸弹踢到一边 看着空中炸开的烟花 一脸兴奋 这是何物 威力不大 挺好玩的 见炸弹无用 小师妹从虚空中又掏出一架火箭筒 瞄准发射 成功在小师弟的法器上打出一道裂缝 小师弟收了法器 无比淡定 果然 原因期的法器就是质量不好 该换新的了 众人 楚清燕勉强还在保持镇定 师妹 你还有何宝物 无需藏丝 一并用出来吧 小师妹面色苍白 眼里尽是无助 师兄 没有多的 都用完了 忽然他紧闭双眼 似在感受什么 不对 核弹 我们还有核弹 哈哈哈哈 让你们欺负我 这就让你们尝尝核弹的威力 小师妹疯疯癫癫地朝核弹的方位飞去 口中念念有词 我就不信了 你们就算再强 还能强得过核弹 只骗人 就该有只骗人的觉悟 当初从小师妹手里抢的第一枚核弹 还放在核欢宗工人研究 不过我早有应对之策 小师妹看到核弹 兴奋中又带着一丝畏惧 在她一通操作下 核弹上开始跳动数字 咱们快躲起来 一会儿核弹炸了 可是会死人的 我抬手划开一道虚空 召唤随时准备着的牛妹 牛妹扛着核弹腾空而起 摸的一声钻进无边虚空 嗖的一下 牛妹又空着被飞回来了 时间一分一秒流逝 无事发生 一脸不敢置信 怎么会这样 我地核弹 她捂着胸口 挖得吐出一口鲜血 我一看便知 她的道心碎了 我虚空一抓 将小师妹的系统封禁 丢入牛妹口中 牛妹嚼嚼 再嚼嚼 还没品出味 小师妹的系统 就这么水灵灵没了 我意识到 为什么我会一直记不住 小师妹的名字了 因为她非此戒指人 又有系统相助 所以天道会记不住她 也无从生成她的命格 而我继承了一部分天道意志 同时也继承了天道的遗忘性 所以上一世 正好被小师妹的系统检测出来 杀我灭口 大势已去 其他人纷纷退散 留下深入包围圈的 林霄宗众人 圣女 要将这些人如何处置 我正欲将他们生擒 天边忽然传来一道破空之声 住手 谁敢伤我林霄宗弟子 楚清燕脸上的阴郁 顿时消失不见 拽住小师妹的衣袖 喊得很大声 老祖 是老祖来了 老祖已至大成七 一定可以救我们的 林霄宗老祖 驾着祥云而至 一身白衣 仙气飘飘 庄严肃目 不可亵渎 他复首而立 直到扫到包括 我在内的大成七三人 才露出些许亚裔 夜夕月 你背叛宗门 跟何欢宗贼人纠缠不休 你可知错 跟吾回宗门 你便还是我林霄宗的弟子 只不过需要前程尽心 诛杀何欢宗余孽 清理你过去犯下的罪行 他定下我的罪 从空中一步步向我走来 在他眼里 我什么都没有看到 只看到了他自己 是啊 继修无情道 自然只在意自己 至于旁的人 只是提升修为 满足自己的工具罢了 所以上一世 他冷眼旁观 任由小师妹用核弹 将万里山川 移为平地 无数人流离失所 哭嚎哀气 都不能换来他丝毫手软 他一边说着大道无情 一边将众人的尸骨 踩在脚底 步步高升 他不是真的无情 他只是将所有的感情 都给了自己 至于无情道 说得好听 也不过是为了欺骗自己罢了 叶熙悦 你不能走 许行墨挡在我身前 头一次这么慌张 我思绪一顿 原来有人关心的感觉 是如此温暖 我没说过我要走 我抬手让许行墨退下 直面老祖 你们根本没有资格审判我 众生平等 而你们却将众生踩在脚底 既然你们诸狗不如 我便让他们都成仙 又有何妨 林霄宗老祖面上 终于出现一丝波动 事到如今 你竟没有丝毫悔悟 我忽然笑了 笑他痴狂 笑他疯癫 笑他自负到可以欺骗众生 是啊 我不悔 此生无悔 我提刀向他冲去 瞬间在他衣服上 留下一道血痕 那白色 终于不再那么刺目了 林霄宗老祖显然被气得不轻 他一边拆招一边骂道 吴可是你的长辈 是你要膜拜侍奉的老祖 我林霄宗怎会出了你这个腻土 我打出一套连招 不卑不亢 是你说的 既修吴情道 为何还要期望我有情 吴情道 自然要对任何事物无情 老祖当然也不例外 林霄宗老祖虽已至大成后妻 离非生只差临门一脚 但是我方有三位大成妻 还有无数杜劫妻弟子在旁辅助 将老祖围得密不透风 是啊 说得好 这场战斗的维修费 本尊出了 许行墨向我投来赞许之色 和欢宗老祖也顿入虚空 好久没有动动筋骨 也算本做一个 在围攻之下 林霄宗老祖逐渐略显疲态 可紧接着 他掏出一张网将我方三人统统困住 开始暗中蓄力 无数和欢宗弟子飞身而出 打断他的施法 林霄宗老祖愤怒质疑 你们难道不怕死 和欢宗众人不为所动 我可是用到心发过誓的 一定要为和欢宗圣女赴汤导火 圣火昭昭 圣火耀耀 烦我弟子 冲冲冲冲 冲啊啊啊 不好 宫殿燃起来了 快就火 许行墨又开始肉疼了 林霄宗老祖看到自己的法器破碎 他呼救的林霄宗弟子 脚底抹油 我看向他逃跑的背影 心中感慨 大成后期 果然跑得飞快 恐怖如斯 越过和欢宗的边境现实 一道天雷从天而降 正巧批中他 我的杜劫天雷 似乎延迟了一点时间 看来 连天道都在帮我 我一刀刀砍向他 最后一刀 正中丹田 他以旁人血肉而滋生出的修为 终究还是废了 林霄宗老祖眼睛瞪大 一脸不敢置信 不可能 你竟是天道 这绝对不可能 我面色淡淡 眸中一片成澈 是天道让我斩了你 你可知错 等等 我愿意 话音未落 我便一刀封猴 连同他的魂魄一起斩杀 就像他曾经无数次对待凡人那样 和欢宗老祖看着他的尸体 又看向我 你误了呀 所谓无情道 不是对所有人无情 而是要对该无情的家伙无情 例如 对那些将良心扔给狗吃 却能成仙的修仙者 可千万不要对他们抱有善念 心中有情 方能无情 正是如此 这才是无情道的真谛 翻外 和欢宗大牢内 我正一手拉着一个炉顶 看着长老将林肖宗众人 一个个戴上镣铐 送去挖矿 楚清燕还想挣扎 我是小师妹的任务对象 完不成任务 她就会受到惩罚 我也只是在帮小师妹 完成任务而已呀 我嚼着丹药 面无表情 师兄 你要去的是林肖宗矿井 你不是抱怨过矿工们 连矿井都守不住吗 我也只是让你体验一下 凡人们的生活而已呀 楚清燕继续挣扎 可是这并不能改变什么 凡人依旧是凡人 永远也不会生仙 修仙者 才是世界的主宰 我一掌把他拍飞 你放心 你赚到的每一枚零食 我都会折算成银钱 补贴给受害者的 他们会过得比以前更好更舒心 以前都是他们燃烧生命 挥洒汗水 给你们当牛做马 现在该轮到你们了 无情道 不会连这一点苦都受不住吧 一年后 和欢宗殿内 许行莫平退众人 咬牙切齿 你还需要找卢顶吗 我答道 不需要 再修炼就要飞升了 许行莫脸色烧记 其实 本尊可以帮你感悟和欢宗的精髓 只要你配合就好 我 练了有什么好处 许行莫 可以丰富你的实战经验 再说本尊原扬仍在 你也不亏 我贪手 可是我快飞升了 已经不需要实战经验了 许行莫愤怒道 你就由言不尽是吧 本尊今天就要让你感受下 传统和欢宗功法的魅力 许行莫还没来得及开始行动 就被突然冲进大殿的老祖拖走 我抱着被子坐在殿外 看向被挂在树叉上的许行莫 宗主 时代变了 你该退位了 现在这个宗主 该我当了 许行莫被绑在树上 晃来晃去 你不是菜 你原来是无情道的高级钓鱼宗师 没有心的那种 四日 矿井内 楚清燕得知和欢宗圣女退位的消息 脸色稍缓 怎么样 他知错了吗 什么 他当上和欢宗宗主了 全文完 全文完